嘉靖年间 内阁首府严嵩痴迷风水命令 深信堪于方述之说 有一次皇上因为京城下水道不畅 大雨时总引发烙灾 准备进行整修 严嵩听后就急急见到 启禀吴皇 此事万万不可 下水道修好了 排水固然可行了 可是从风水上讲 水属财 泻水等于泻财 如果把京城里的财都泻走了 皇上宁可就没钱花了 他这般爱财 自然积下了金山银海 仓库放不下 就挖了个深一帐方无耻的大轿 运了三昼夜银子才把轿填满 可没填进轿的银子还多的是 严嵩站在轿边 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突然背上心来 自古前是祸害 攒得越多 以后的祸越大呀 由于存了这个心事 一连好几天他都闷闷不乐的 这天 严嵩一个人着便服到街头散心 拐过一个巷口 对面来了个道人 手指哑板挂牌一路高喊 一字绝修旧 千金散福祸 贫道出金宝地 算命策子 六百钱一挂 严嵩心一动 细打量 见这道人四十来岁 身材瘦长 木朗神清 道四有几分先家风骨 于是他叫住道人 在一旁茶滩上坐下 道人自称姓兰 自幼在中南山修道 奉过茶后 严嵩写了个囚字 让道人测算 道人一见 嘖嘖称奇 对严嵩打了个拱手道 原来阁下就是严太师 师敬师敬 见严嵩惊诧 道人笑道 囚字拆开 是国内一人也 大名除了天子 敢称国内第一人的 只有严太师了 不过贫道观太师没有志气 莫非有难言心事 严嵩一听 对道人身为拜扶 一边瞅瞅四周 示意道人小声 一边便把心事一吐为快 道人听霸道 原来太师是担心 家里钱财花不完啊 好办 儿子花不完给孙子 孙子花不完给重孙 子子孙孙蚂蚁搬山 总有一天搬他个干干净净 言松苦笑 道长此言诧异 花钱也得有个路数 若子孙当了官 那些钱无论花天酒地 还是买官行贿 也算用在了正路 要是子孙以后 沦落成平头百姓 家里有那么多钱 不是被官家陷害盘剥一空 就是被匪贼盯上名夺暗抢 迟早招摘啊 道人闻言 陈思片刻 太师果然见识不凡 深谋远虑 其实这也好办 让子孙世代当官不就行了 言松一审 古人云 君子之责 五代而止 是说有大德行的人 也只能服应五代后人 老夫久在官场 也算是过来人 想试试代代当官 没有那么容易 道人却一点头 有 人生于世代天履地 若能的天里地里照应 人则定然绵长 如果太师能寻得风水保地 百年之后葬于其中 定然能保时事子孙 其中必有一人位居公卿 周府郡县之类小官多如麻豆 言松一番眼皮 时事以后呢 道人摇头道 那就归于天命 非人力所能知了 听到这 言松再也忍不住 向道人恭身一礼 九文中南道派勘愚之术天下无双 此事老夫就拜托道长了 弱的功成 老夫以一叫白银相谢 转眼过了粤鱼 言松正在加链子 下人来报道人求见 言松即令白酒相迎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道人说 贫道奉太师之令 在太师老家分一线 踏到快吉地 那处山水环抱 风藏气聚 风水上家 若有人葬于此 后世要出宰相 可地形太大 贫道一时踏不准几眼 便夜间借星斗定位 子夜时分 贫道正用罗盘归策北斗 突然一阵风刮过 只见地中涌出一穴 从中冲出个拳头大的小人 口中念念有词 骑匹小狗大的骏马 贫道用罗盘将小人打落 纳马惊慌而逃 借月光看去 竟是只白兔 说着 道人掏出遗物地上 那小人落地 就变成了这样子 言松接过 剑是灰蓬蓬的一团物件 置地四十四语 摸上去暖暖的 但形状丑陋 看不出什么具体名堂 言松把物件放在桌上 突然捉下巡食的几只猫儿 大叫一声 争先恐后向他扑去 言松恍然大悟 这是只鼠行 道人文言一拍鹅 太师明见 您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那小人冲出地穴时 口中喊得正是灰鼠奇兔 天拳异禀 也不知什么意思 贫道后来一侧 此穴正在风水极眼上 说着道人打开手绘的 勘于地形图 言松看罢点头 不错 此地有金沟调阅之事 是上家吉地 不瞒道长说 这块地老夫早年勘过 隐约记得过去世家游房 后来败落了 若真是风水宝地 怎么不见那游房主人发迹呢 道人脸色微变 这正说明此地宜阴宅不宜阳宅啊 言松举杯向道人敬道 道长高明 喝罢酒已是夜半 言松请道长去客房歇息 自己夺进书房 一边站着糯米汁仔细擦那鼠形 一边对着看余图想起了心事 言松前半生多在官场坐冷板凳 六十多岁时才得皇上赏识 得适后 他曾依紧还乡 亲自祭奠列祖列宗 可寄来寄去 却始终找不到高祖与曾祖的坟墓 据乡老们说 言松的高祖与曾祖所葬之地是当地最好的基地 可是由于言家自曾祖时就败了 无人休憩 坟头淹没 所以只知道大概位置 言松没办法 又不敢乱报 怕泄了祖坟上的亲戚 正懊恼 就听一阵咚咚响 细看是不远处路边有个老油房正在炸油 言松不禁来了起 这不是破坏高祖与曾祖地下的安宁吗 可他在家乡人面前很重名声 这次返乡又是修桥又是铺路 好不容易得了家乡人的赞誉 不好动用权力应来 于是心生一计 他假装到油房歇脚 喝着油房主献上的香茶 突然对一块炸油石起了兴趣 要掏钱买下 油房主见了严大人 八戒还来不及呢 要白送给他 严松一瞪眼 你这是要在家乡人面前献老夫于不意啊 这样吧 这十两银子是定金 过段时间 老夫派人来取货 油房主心里乐开了花 谁能想到一块破石头这么值钱 严松走后 油房主怕出意外 毁了严大人的宝贝青石 油房也不开了 整天守着青石 一天擦洗三遍 三月后 严松派人来了 来人一件青石连叫可惜 丢下二十两银子扭头就走 油房主莫名其妙 拉住一问 那人说 这青石榨了几百年的油 沁入的油在石中养成了只玉油鼠 如今你三个月不榨油了 石中的那只玉鼠没有吃饿死了 这石头也一文不知了 事情传开 油房主成了当地人的笑柄 加上开油房关键是季节和人气 油房主关了几个月油房 把客户都赶到别的油房去了 再想招回头客可是难了 生意一垮 无奈之下 油房主只得举家千里 另谋出路 严松听说后哈哈大笑 他略失小计 费了点小钱 保全了名声又驱赶了油房 这下没人再扰先祖们的清静了 现在 严松看着桌上的勘于图 不禁犯开了嘀咕 道人看出的后世能出宰相的极地 正是当年油房的位置 可这地中涌出的灰鼠奇白兔 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觉到了紫叶 严松吹灭灯正要睡去 突然 他觉得手中鼠形一热 接着鼠形一直眯缝的双眼透出一线红光 光线越来越亮 将室内照得如同白昼 同时 一股异香渗出 令人如醉如痴 严松大惊 盲唤来道人 道人进屋后耸耸鼻子 莫非是温香软玉 相传此玉乃上古真奇 常以十二生肖的形态出现 白天他吸收天地的热量 蕴存在体内 所以摸起来甚是温热 到紫叶 他又通过目翘将热力发散出来 本身所聚的奇香也会随之庆出 恭喜太师 词语出世往往昭示天意 能给主人带来祥锐 道人一席话 说得严松欣喜如狂 可他仍然不动声色 快看 好像有许多东西正排队从书架上出来 沿着红光往这鼠嘴的孔洞里钻呢 道人点点头 那是杜鱼 专肯书本的蛀虫儿 被红光和香气所吸引 进入鼠嘴 又将被鼠体内的热量所杀死 变成粪球从鼠尾处排出 那时就能判断出这只鼠形的雌雄 若是雄鼠 恐怕太师还不是他的真正主人 若是雄鼠 且年龄与太师相当 那么雄鼠出现 就预照着太师将面临莫大际遇 别的不说 光看这度于列队 似大臣上唐朝拜一般 恭敬而有序 足见太师威德遍布四海 人人景仰了 严松听得身苏骨软 如腾云驾雾一鼓 又听道人惊道 看 鼠尾后有粪球滚出 此鼠粪是两头圆而无毛 此粪是两头尖而有毛 且毛为白色 说明是只老年雄鼠 哎呀 这只老鼠正对应着太师您呀 看来太师往后的富贵荣华已深不可测了 说话间 鼠目中射出的红光渐渐消失 道人从怀里摸出把小刻刀 要把鼠目叼得更大一些 此鼠眯缝着眼 射出的红光有些凌厉 过于霸道 贫道帮他开开眼 好让他鼠目炯炯 贴近太师 多些柔和的王者之气 严松听得浑身舒畅 意犹未尽道 一只温香软玉的鼠形已如此神奇 那只逃脱的白兔 不知又该有多少莫测的天机 道人随口道 贫道这两天就回去布下天罗帝王 专为太师带这只白兔 哼 难不成他能跑到皇宫里去 话刚出口 突然同时两人念及一事 竟双双正住 面面相去了半赏 严松打了个哈欠 假意困倦欲眠 送走了道人 这一夜 严松彻底失眠了 毫无疑问 这只鼠形代表着他 因为他是成化十六年生人 正好鼠鼠 而当朝天子嘉靖 是正德二年出生 恰好鼠兔 这些年 嘉靖一直对他言听计从 天那次他探亲返金后 嘉靖对他不冷不热起来 现在出了灰鼠骑白兔 还有灰鼠骑兔 天拳异柄的预言 莫非说他要骑在嘉靖身上 待天而立 再者 就在前段时间 嘉靖得了无名之急 躺在龙踏之上 动不动就汗出如江 像负重奔跑过一般 直到道人打落灰鼠 那只白兔逃了 嘉靖才大病出狱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他越想越觉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 他决定将这只鼠形进宫 献给嘉靖 也许冥命中 嘉靖这只白兔 已对他产生了敌意 半君如半虎 这话不是闹着玩的 万一哪天嘉靖翻了脸 他严加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趁眼下他还能进宫 把这只灰鼠送进宫 看嘉靖这只白兔还能往哪逃 天还没亮 严嵩喜树亭荡 临近宫前 他猛然念及一事 顿时如坐针毡 他私存片刻 换过家将耳语了一番 嘉靖皇帝一听有宝进宪 盲宣严嵩近见 君臣礼弊 严嵩献上挥鼠道 启禀万岁 莫看此物貌不惊人 时是书是之宝 紫夜时分 他会双目生光 将书中杜鱼丑引进度内消灭 嘉靖一听顿觉无趣 面带不屑之色 严嵩早已摸透了嘉靖的脾性 盲幼道 奇饼万岁 此物还有一奇 那就是摸上去温婉如厨子之手 而且夜半寝中 能散发出新香的厨子之香 所以此物名曰温香软玉 果然 这么一说 嘉靖来了精神 好 朕就收了这温香软玉 今夜与他同枕共眠 见嘉靖毫无起疑之色 言嵩松了口气 可他刚回到家中 心又悬到了嗓子眼上 嘉将向他报道 老爷 不好了 蓝道人逃跑了 言嵩大怒 我让你提了他的脑袋来见 你却空手而归 无用的废物 嘉将哆嗦着呈上一张纸 在道人房间桌上 发现了这个 言嵩接过一看 纸上是个球字 旁边写的柱角 此字前拆为国内艺人 后拆乃是艺人悬在中间 无依无靠 家财荡尽之相 愿太师好自为之 当夜 言嵩辗转反侧 不能入眠 道人知道家境是那只白兔 怕他泄密 言嵩才想杀他灭口 可是 他留下那张纸又是什么意思呢 迷迷糊糊熬到天蒙蒙亮 突听到府门前一阵喧闹 言嵩一机灵 莫非灰蜀将白兔起死了 这是朝廷派人请自己去主持大局 想到这 他一跃而起 喜滋滋刚出卧室 就见府中涌进一队假兵 带队的将领宣指道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言嵩辜负圣恩 意欲不轨 着军卫派兵超阁拿下 亲此 言嵩一番白眼 瘫在了地上 五 吉地绝地 家境免去言嵩一切职务 勒令他回乡反省 两年后 他的儿子言世帆被斩首 言嵩也被削职为民 所有家产被查抄 这时 言嵩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无家可归 只好在祖坟旁搭了间茅屋 靠吃坟地里的贡品为生 尽管这样 他还深信堪于之说 他为自己寻了块墓地 正是道人所说的 涌出灰属其兔的游房旧旨 他坚信自己死后 若葬在这里 后世子孙必能东山再起 官拜宰相 可他叫人一挖 竟挖出两块墓碑 分别是他的高祖和曾祖的 当地乡老们告诉他 当年 言嵩的高祖乐善好施 造福一方 而他的曾祖却凶暴蛮横 为害乡里 后来曾祖败光了家产 死后尽无葬身之底 家人无奈 只好将他埋在高祖的坟下 形成了两人共用一坟的上下铺 因为这是不光彩 加上坟地几经便迁成了油房 而且言嵩观越当越大 香老们唯尊者会 就更不好意思向言嵩提及了 现在他落了事 香老们叹息之余 也不好再瞒他了 原来 这会计地上所出的宰相正是他 得知真相后 言嵩一病不起 这天他正在茅屋休养 有人来访 竟是蓝道人 经过这番竭力 言嵩已看淡红尘 道长来得正好 你说老夫这几年遭忌 是否与高祖与曾祖同埋一分有关 道人点点头 你高祖行善 福德身后 葬于此地 后世子孙若不发迹 事无地理 所以三代后出了你这个宰相 而你的曾祖作恶 或言后世 子孙若发 就没天理了 故此你儿子严世帆被斩首 所以说同样的地 埋了善人就是吉地 葬了恶人就成了绝地 言嵩点点头 怪不得老夫命述齐驱 原来如此啊 道人摇摇头 这你又错了 其实你今日之祸早就种下了 还记得那油房吧 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 就设计毁了人家的祖传基业 你想 你叔叔 油房在你家祖坟上 每天榨油供应你这只老鼠 所以你的日子才越过越滋润 等你毁了油房 老鼠没了油吃 饥寒交迫 你也就沦落到了现在地步 一切还是愿你自己啊 言松细想 油房被毁 还真是自己得意转失意的分水岭 不由沉吟道 看来一切聚在道长掌握之中 莫非道长专为油房而来 道人探道 贫道却是油房主的儿子 失去产业后 我家颠沛流离吃尽苦头 使我贤恨在心 后来我在青石中掏出温香软玉 就以此为耳接近你 只愿你贪玉太盛 金银满教仍不知足 还想着千秋万代都昌盛下去 结果你的贪心被我利用 鼠行被你送入皇宫 却不知我替鼠开眼时 悄悄在鼠墓上刻了字 子叶时分 鼠墓发出红光 将灰鼠奇兔天拳异柄八个字映射在墙上 嘉敬皇帝虽生性荒唐 却心思聪明 见字后自然品出其意思 你的下场也就不用多说了 严嵩愤愤道 好你个道人 你害得我家破人王啊 道人正色道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你身居高位却只谋私利不顾民生 光是京城下水到年久失修 每年雨季下水到泛滥 就不知淹了多少百姓 他们又找谁哭诉呢 当夜 严嵩在孤独贫病中死去 道人将他葬在游房旧址旁边 不久 许多高官显贵听说这里有极地 不远千里纷纷前来踏寻 为严嵩守目的道人见了 就笑劝道 我打小掌在这里 从来只见当官的来寻极地 却从没见过当官的来上坟 回去吧 坟地好不如新地好 木田好不如新田好